如果有人威胁你 然后来进行连署的话 其实大家是可以搜证检局 搜证检局 搜证检局 那最高可以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近日我们的办公室以及服务处 时常会接到这个地方的乡亲来电 那意思是跟我们讲说 他们在家里面接收到地方人士 拿着罢免连署书要来请他们签署 那昨天我们也在网路上面 看到有地方的妈妈 PO了一个这个连署书的画面 意思是说有领长拿着连署书 请他们签署 那碍于人情的压力呢 大家只好这个感怒不感言啊 就只好签署了 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的领长里长 甚至说地方人士 接收到这样子的命令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不乐意来协助罢免方 所以在这边要拜托大家 根据这个选拔法第98条 如果有人威胁你 然后来进行连署的话 其实大家是可以搜证检局 那最高可以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透过这样子强迫式的威胁式的连署 是我们在民主制度下面不乐见的 我们在民主制度下面的视频里面 我们在民主制度上的视频里面 是我们在民主制度上的视频里面 我们在民主制度上的视频里面 有点准备的关系 也不错